记者肖宇新台北报道,交通部观光局上半年最新来台旅客统计出炉,来台中国旅客持续回温,微幅成长3.85%,学者分析,可以预期的是自由行中客会持续增加,破碎市旅游将成为全球趋势,传统旅行社应思考如何转型,开发在地化行程,争取自由客青睐。 中客市场持续回升,高雄参旅大学副校长刘喜林分析,自由行是全球趋势,可以预期的是,未来自由行中客也会不断增加,台湾旅行业应该思考的,不再只是接团,而是开发在地化旅游行程吸引自由行中客参加。 刘喜林举例,自由行旅客形态很多,有完全独立规划,自己走行程的背包客,也有办自助类型的亲子客或商务客。 这些人不喜欢从头到尾根团,旅行社可以按各地特色排定行程,例如上午到金瓜时体验山城小镇的风光,或是上屋睡到宝,下午在出发去走不到,晚上看九份夜景,像将旅游产品碎裂化,再让消费者自行组合的破碎市旅游将是未来趋势。 近两年台北街头,各大观光景点四处可见韩国观光客,统计致出,去年来台突破百万人次,坐稳观光外汇第六大市场的韩国,已连续五个月都衰退,上半年下滑幅度达4.15%,另,过去是基本盘的港澳市场则是今上半年亚洲地区衰退最多的区域,下滑幅度于6%, 经理大学观光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表示,两年前因为韩国综艺节目《花样爷爷》带动韩国来台热潮,但之后没有新话题,很难吸引旅客再来。 刘喜林表示,韩国市场早期以年轻人为主力,多集中在华山文创园区等艺文场所,或是以花样爷爷拍摄场景为主要旅游景点,团客行程则以野柳,酒粪为主。 但韩国对旅游求新求变,韩国当地旅行社也多次在双边会议表示台湾旅行社的产品不够创新,多元,建议观光局和台湾观光协会可以多花点力量,让台湾旅行社更了解在地旅游内容,进而包装出不同的旅游产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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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